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晶圆代工巨头台积电,不久前通知美国商务部,称发现其一款晶片被用于受限的中国企业的AI处理器。 目前,台积电已经暂停向中国晶片设计公司算能科技SoftGo发货,因为台积电怀疑其所生产的一款晶片被发现用在另一家被禁的企业的AI处理器上。 台积电发言人当时拒绝发表评论,只表示该公司是一家守法的公司,致力于遵守所有适用的规则和法规,包括适用的出口管制。 在此背景之下,据业内人士透露,美国已要求台积电于11月11日起,暂停出货采用7nm以下制程,用于人工智慧AI应用的部分先进晶片给中国客户。 知情人士指出,美国商务部已致函台积电,要求其对某些出货中国的7nm以下制程先进晶片实施出口管制。 这些晶片主要用于AI加速器和绘图处理器GPU。 知情人士表示,台积电在收到美国商务部的信函后,已通知受影响的客户,将于11月11日起暂停出货晶片。 另一位知情人士指出,关于进一步对中国先进制程的管控,美国相关人士11月上旬便赴台展开探讨。 而近期则不断有中国AI相关IC设计公司收到台积电邮件,通知将于11月11日暂停供应7nm及以下制程晶片。 不过,并非所有中国IC设计公司从此以后都无法获得台积电的先进制程工艺支持。 目前最新的管控仅限于AIGPU相关,手机、汽车等晶片不在管辖范围内。 至于AIGPU相关晶片,则需要等到台积电与美国商务部协商出台具体管控细则,符合条件的晶片依旧有望通过申请许可的方式在台积电继续流片生产。 然而无论如何,台积电已经向目前所有中国AI晶片客户发送正式电子邮件,宣布11月11日起,将暂停向中国AIGPU客户供应所有7nm及更先进工艺的晶片。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白手套事件设计的中国厂商,其所有Wafer已被台积电尽数销毁,未来是否还能继续在台积电下单代工,尚未可知。 对于断供传闻,台积电回应称,对于传言,台积公司不予置评。 台积公司遵纪守法,严格遵守所有可适用的法律和法规,包括可适用的出口管制法规。 台湾经济部则表示,台积电由于政府定期讨论出口管制议题,也明确宣讲会遵守台湾与国外的法规,并且强调,此事相关细节还是问台积电比较适合。 台湾是世界上最大的代工晶片制造商台积电的所在地,但它时刻面临着地缘局势紧张的问题。 在川普第二次当选美国总统数小时后,台湾这家最有价值公司的一位高管表示,台湾应投入更多资源推动晶片技术发展,并扩大其供应链专业知识,以保持全球领导地位。 11月上旬,台湾半导体产业协会理事长,台积电资深副总经理侯永青,在发表的讲话中说,台湾应该加快研究和开发,以确保台湾作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他们还在与行政部门合作,看看他们是否能够吸引外国合作伙伴在台湾设立设计和材料中心。 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在台积电工作了27年的侯永青补充说,台湾还必须致力于发展更多设备和材料方面的专业技术,这些领域主要由外地企业主导。 与此同时,这位高管还表示,台湾和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建立的密切关系不会受到选举结果的影响。 随着人工智慧AI的发展,台湾公司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因为除了台积电之外,一些规模较小的供应商也抢占了AI资料中心服务器、电源和冷却技术的大部分订单。 今年10月,川普表示,台湾抢走了美国的半导体业务和工作机会。 这些晶片公司偷走了他们95%的业务,现在这些业务都在台湾。 他们做得很好,但那只是因为美国有愚蠢的政客。 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川普接着表示,他可以利用关税,而不是补贴百数府台积电等公司在美国本土建设和扩大晶片制造设施。 侯永青表示,台湾的晶片产业尚未受到任何有关新关税的通知。 台积电是苹果和汇达的主要晶片供应商,该公司承诺在亚利桑那州投资超过650亿美元建造三座晶片制造厂。 侯永青表示,这一投资计划取决于当地和业界的大力支持。 台积电还计划将其最先进的晶片技术保留在台湾本土。 据台北时报报道,台湾经济部长郭志辉近日在台北举行的立法机构经济委员会会议上公开表示, 台湾的科技保护规则使得台积电目前无法在海外生产2nm晶片, 因此,该公司必须将其最前沿的技术留在台湾。 报道称,在美国前总统唐纳德·川普于再次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后, 外界传出消息称,台积电可能被迫提前在其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晶圆厂生产最先进的2nm晶片。 郭志辉发表上述言论,正是为了回应外界对此事的担忧。 由于台湾有相关法规来保护自己的技术,台积电目前无法在海外生产2nm晶片, 郭志辉在会议上说道, 尽管台积电计划未来会在美国生产2nm晶片, 但其核心技术将留在台湾。 依据台湾法律,台湾的晶片制造商在海外生产的晶片至少需要比台湾低一代。 目前,台积电的2nm计划是在2025年率先在台湾台湾量产, 后续还将会在2026年量产A16制程。 根据台积电今4月与美国商务部达成的协议, 台积电将会在亚利桑那州建设一座4nm晶圆厂, 预计2025年量产,一座3nm晶圆厂。 据说也将具备2nm的制造能力, 预计会在2028年量产2nm, 还将再建一座2nm或以下更先进制程技术的晶圆厂。 预计将在21世纪20年代底, 2029年至2030年量产, 使得总投资金额达到了650亿美元。 美国商务部也将依据晶片与科学法案向台积电提供高达66亿美元的补贴资金和50亿美元的低息贷款。 但是近期有传闻称, 随着川普当选美国新一任总统, 其对于台湾的态度将会更加强硬。 毕竟川普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表示, 台湾偷走了美国的晶片生意, 需要向美国交保护费。 总体来看, 外界担心川普政府上台后, 会要求台积电进一步扩大在美国的投资, 同时提前在美国量产, 目前最先进的2nm晶片的担心也许是多余的。 这主要是由于经济部长郭志辉的最新表态进一步确认, 台积电将不能在海外量产最先进2nm的制程技术, 最先进的技术还是将会留在台湾。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你点赞,